黄河下游山东河段出现今年第一次流零 全中国大陆30个国家级气象测站 创12月同期低温记录 洋洋液架设暖气 温度计显示设施15度 黑龙江18号到19号预计下探零下48度 恐破43年记录 冰冻线不断往南压 冷空气再度由北向南补充 寒流冰冻齐发 111个路段结冰封闭 山上树枝出现雾松冰挂 华南 西南等18个省紧急发布 冻雨警报就怕2008年大雪灾重演 铲雪车队出动 我们去里则业四辆甚至五辆车 集中起来推 防灾部门开会紧急组织 4万人铲冰除雪抢血救援 走不动了吗 现在组织了 交警得再想办法加快除冰速度 白色的颗粒就是咱们撒好的溶雪剂 现在稍微是有一点冰销 于是交警开到先让大型车辆压冰 再开放其他车辆通行 现在需要咱们就是这个大车 大型货车上路压一压这个冰 因为大车的车身重 轮胎面积宽 内蒙古自治区晚上为了紧急赴电 电力公司人员都冻伤 因为中央持续警报 这次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影响范围广 降温幅度大 具有一定极端性 答案新闻 彭信仪编译